大家好 我是萌萌 很多人私訊我說 木工初學者應該準備什麼工具 那今天就我來跟大家一一解惑 第一個就是Mr. Toyo的游標卡池 那游標卡池基本上 我們要做到鬆緊度呢 基本上都可以算到大概五條左右 那我這個都是原廠的啦 因為現在很多副廠的 那這個可以量到0.05mm 那因為這個太新了 我拿我的 好來介紹Mr. Toyo的游標卡池 電子的跟這種傳統的我都有 那基本上我還是推薦用這種傳統的 第一個不會有電池損壞 不會摔到 因為有電子的我都曾經摔壞過 但我還是有買 好那這一支是可以量到0.05mm的 它有幾個功能 第一個就是外卡 然後內卡 就是這個距離 假設我要量這個距離 就可以內卡 第三個呢 這個深度 這裡面有多深 我可以這樣抵住 看這裡有多深 最後一個這個距離 就是這一點到這一點 靠著 假設我量3公分 靠在這個前端 可以靠著筆 畫出一個3公分 它可以取代提醒卡池 只是它的距離比較短 所以這有四種功能 蠻推薦新手購買的 再來就是這個鋼尺 這是規鶴的30公分 那它上下都是全工製的 硬級我們比較少看 那基本上假設你要了解的話 它後面都有比照對照的參考數值 這個鋼尺在我們看 基準面 報道的基準面 然後材料有沒有值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基準 那基本上這個規鶴 算是比較精準的 而且單價不高 有些同學可能去買那種便宜的 可能180的鋼尺 常常來 反而沒有基準 造成很大的困擾 好 再來 這個45度角龜 45度角龜 那我比較建議這種 外角的45度角龜 因為它的基準面是靠內側 有一種它是一邊直角一邊45度的 它有兩種功能 但那一種的角龜基本上是從外角量進來的 我個人用的比較不習慣 好 再來 自由角龜 自由角龜我們常常在量一些角度 那這個怎麼拿呢 我把這個旋鈕旋開了之後 這裡有一個小洞 我這樣一摳 我可以把這個 斜角拿出來 那這個怎麼使用 就是 我通常都會鎖到差不多緊 然後再用一個 劃線刀 然後把它鎖緊 好 然後去找到我的角度 你也可以放在 比如說要去量其他的角度 比如說放在圓鋸基上面 那自由角龜 我覺得是比較常用的 假設你常常在做多斜角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 我做的有的東西比較複雜 所以像這種自由角龜 我自己本身是有十幾支 那推薦的這些工具呢 除了新手合用以外 單價我覺得合理 直到我到現在 直到我到現在 還是都有在使用 好 那再來 這個 龜鶴的直角龜 那量具喔 我都 企鵝牌啊 很那個 就是 要提醒各位就是 不要去敲擊 不要去打 因為量具都有可能會變形 那這個 直角龜呢 它有個優點就是 它中間有個洞 就是你靠近的時候 比較不會卡到屑屑 你不容易量到直角 第二個就是 它是大小邊 所以你在靠著材料畫線的時候 跟一般的直角龜 它可能等候的 可能比較好畫線 因為等候的 如果你翹起來 跟這邊就有一點距離 畫線就不容易精準 好 那 齒龜最後的一個部分呢 有一個 就是 舊尾龜 我們這是1比6的舊尾龜 是當時 在製作的 那我們最近也會再做一批 好 因為 我覺得這種舊尾龜 我用起來比較順手 好 那齒龜的部分呢 介紹大概到 這個部分 那再來就是我們比較常用的捲尺 捲尺呢 我這個還是用全工製的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在量對角 量鋸片的距離 那你可以量兩側 我覺得這個比較合用 那這個怎麼使用 就是 Tajima的捲尺呢 這是3.5米的 它拉出來的時候就會固定 才不會說它一直 往後縮 所以基本上你在量的時候 我是覺得比較方便 那你按下紅鍵 它會往後退 但我一個工作的習慣呢 我的獅子都會稍微扣著 為什麼 因為它 彈簧的回來的力量是蠻強的 以防把你這個鐵片呢 給撞壞 因為你要量得準確 前面這個鐵片 第一個不能摔到 然後 也不能掉落 所以要有點愛惜 量鋸 對於你一個木工做得準確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好 再來 畫線龜 畫線龜目前我們同學有用兩種 一種是 這種鐵的 它在後方可以擦筆 這畫線龜最主要 比如說我在做三缺筍 做筍接 它有一個基準 可以畫出一個平行的線 平行材料的線 那這一款呢 做起來質感還蠻沉的 那它有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它這邊可以夾筆 比如說我要夾 有色的鉛筆 甚至 油性的筆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它的刀線太細 我有一些同學 因為看細的線 有比較吃力 我自己也差不多到這個程度了 好 那 它畫的筆線 基本上 就比較顯眼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用的是 比較深色的 我就會用白色的 油性筆 比如說鐵刀 胡桃也比較容易觀看 那再來它有附一個 金屬的棒子 它就可以擱在 金屬上面 來做加工 我覺得還蠻貼心的 最主要這個單架 我覺得還蠻便宜的 新手也不太覺得有負擔 因為你一開始 還沒有到這麼 對木工那麼喜歡 還沒有到這麼瘋狂 好 那再來它有一個 我覺得很不錯的點是什麼 然後你可以靠著 這個軸心來畫線 這個是畫外圓 它也可以畫內圓 靠著這兩個點 那這個 這個棒子上面呢 它有兩排的磁龜 一邊的磁龜是 這個放刀片的這邊看 另外一邊是放筆的這邊看 所以有兩種功能 那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款式的 畫線龜 那它是附優標卡尺的 這個是 順和哥做的 大將做 在販售的一個畫線龜 基本上 它這次換了新的刀片 坦白說 應該是我看過起來 畫線最漂亮的 除了我自己做的 自己磨的 畫線龜的刀頭以外 以一般販售的 直接可以 割到這麼細喔 我很驚艷 也 推薦給你 好 那畫線龜的部分就是 介紹兩款 再來就是膠錘 因為今天假設我要 做筍頭呢 我要拆裝 我需要一個 敲材料 材料不會黑的 膠錘 那裡面它會有鐵砂 那基本上 它這個有分不同的尺寸 像我有很大的 也有很小的 膠錘我 旁邊大概就背四個尺寸 那我給 同學建議就是 先來個中型的 這種 不大不小 因為你目前 還不至於做到很大的 弓箭 好再來就是 鐵錘 就是 木工用的鐵錘 那我建議就是 鐵錘呢 你不要買 太貴或者太便宜的 因為有的太便宜的 可能一兩百塊 就有了 但它的整個配重喔 是不好的 那再來就是 它的這個錘面呢 也沒有做一個掠凸 常常可能會把你的 爆刀給敲壞 尤其是有一種是 板膜的 它上面有顆粒狀 它可能就是 會毀了 你的招刀 或者 你的爆刀喔 那再來就是 它這個 緊合度也做得比較好 才不會你在揮擠的時候 這個鐵錘的頭 飛得出去喔 就是 飛去隔壁同學喔 就發現你的同學 越來越少 太危險了 所以 我們推薦的就是 用這一款 土牛的 好 那再來 準備講句子 那 這邊又有出現兩個 齒龜 一個是直角的 一個是九尾的 那這個最主要 我比較少讓我們同學拿來畫線 好 因為它有一個缺點 怎麼說缺點 就是 初初你拿句子不穩 你會不小心傷到這個鋁 好 像 我這個放在工坊給同學用喔 他們還是不小心會傷到 那目前我們有 新的教法案 會避免這個問題 那 會有兩個 就是你在做直接跟九尾的 有這兩個可以做選擇 好 就是 但是 依我自己木工來說 覺得 在 磨刀啊 藻啊 爆啊 其實最困難的 很難跨越的 其實是鋸 因為鋸得不好 會有其他眼神的問題 比如說 你刀子磨得不好 你招得不好 然後 然後 你可能 用起來就 比較危險 那這個輔助器材呢 基本上 它旁邊是有一個磁鐵 可以讓你吸附 然後 這個銅 其實它質感做得很好 可以讓你夾在 木頭上面 用起來我覺得 很值得推薦 如果說 這裡所有的工具 木工工具 讓我覺得 最容易進步最多的 應該就是 這兩顆 強力推薦 好 那再來就是 鋸子的部分 我們這邊通常 用的就是 鋼鐵的兩刃鋸 那推薦這個點的原因 是因為 我自己一直都是 鋼鐵的愛好者 我的工具櫃 打開呢 基本上 都是鋼鐵的 已經很久了 那目前 近幾年它有出一個雙刃的 雙刃的鋸子 那我覺得它的優點是什麼 我先猜它給各位看 它有一個盒子 有個刀鞘 所以這裡會做一個卡扣 那再來就是 它的縱向的鋸子呢 它前面都有做一個熱處理 那熱處理的話 它的鋼心就比較好 撐得比較久 那 新人接觸木工 你可能一次要買兩支 可能覺得略略吃力 那 也許一開始你可以先買這種雙刃鋸 那坦白說雙刃鋸喔 哪一個比較容易燉 基本上是種開的比較容易燉喔 那也許之後你可能 再買另外一把 會有交換使用的功能這樣 那這個是 它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我就說它有 套子 你放在 你的工具袋裡面呢 鋸子才不會撞到 傷到它的波子 第二個 鋸子呢 是這個小的 這個是 壓克力鋸 那 基本上 它 最主要是在鋸曲面 它有一定的喉聲 那你可能要經過轉折 那坦白說 像這種它的轉折點可能是 沒有辦法鋸到 這個距離可能 18左右 18公分 假設你是鋸整排的 鋸威筍比較寬 超過兩尺 那你可能要轉向 第二種方式呢 因為其實這個很便宜喔 這個一隻才 一兩百塊吧 那我就會把這個凹成這樣 它就比較好轉 那基本上它可能 會稍微傷到它的強度 但基本上你的手感好 不太會有影響 那再來 磨刀石 目前我們在使用的就是 一出一戲 那假設你需要整石 我們工坊都有背著 甚至你有同彩 就是它也是有粗石 那就建議兩塊粗石了 對膜 那我們用KIM的1000號 這一塊基本上是 很合用 而且還蠻磁鐵的 一般CP值我覺得蠻高的 那另外一塊 是正本山的細石 大概是6000號 以6000號你一開始磨 基本上就還蠻夠的 所以一出一戲 就是以經驗來說 會讓你渡過這種很快速又很痛 無痛渡過這種摸刀的地獄 就是靠這兩塊 好 那再來 來介紹刀具 常常我的筍頭可能要做得很密合 都會推薦大家買一個這種畫線刀 它是單刃的 那假設你今天是雕刻 可能是要磨雙刃 那基本上像我這個左邊是平的 是配合右撇子 那假設你是左撇子可能要反支車 好 這個 但坦白說 台灣人還是右撇子比較多 好像你去買的話 好像對左撇子並沒有那麼友善 好 也許 可以請你的老師幫你車 好 但車這個要花一點時間 那再來就是鑿刀 嗯 鑿刀的話呢 我都建議說你會有個套子 就是鑿刀套 有兩種 這個是牛皮的 比較高級 這紅艙送我的 那另外一個這個是 冒太郎 那這個可能也是一兩百塊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那它裡面會有很多格 所以裡面就可以放置 這個畫線刀 然後 鑿刀 那我們初出學者 通常我都建議買三個尺寸 就是一吋的 30mm的 那第二個就是 五分的 那第三個就是三分的 那三分的話 這支 就是鑿刀 它是三角鑿 所以對於做鑿刀 做尖的 它兩側都 車掉了 你在鑿刀 鑿刀的時候 比較不會被鑿壁擋到 那目前 我倒覺得說 磨刀假設那麼痛苦 我們先磨三支就好了 那 等你度過了痛苦期 你才可以考量說 我可能再上一階 那我建議就是 初學者 不用買太好的 找到為什麼 第一個你可能會磨壞 第二個 它就比較快鈍 你很快又可以去練習磨刀 就是反覆之後 你的技術就會上來 那再來就是 鑊刀 鑊刀的話 基本上你的起步 假設你選到一個好的鑊刀 你起步在 抹的時候 沒有那麼辛苦 以上喔 就是木工新手啊 然後 基本的手工具 那基本上你要是選過的這些 基本上也不太會買錯 再來就是可以 好好感受你 快樂的木工生活囉 掰掰囉